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8月7日 周六晚上,英射顿上演漫市打笔 英超联赛未免冠军曼城 同上届英足杯冠军曼联聚首伦敦温布莱球场 实力分析 回顾英射顿王季 蓝月亮过去连续三届都未能赢得这项赛事 红魔鬼虽然很久未参赛 但对史在2010年至2016年兼四次悉数奏凯 加上曼联两个半月前,就是击败曼城赢得英足杯冠军 似乎红魔鬼金扑更能让人抱于信心 今下休赛期至今,曼城尚未有重磅以源 以爱宁夏兰特、奇云迪布尼、菲尔科顿位守的班底 依旧是曼城新赛季各项赛事的主要争胜筹码 反观曼联一如既往大手笔投入 目前已花费过一欧元买入两人 加上一众英足杯夺冠功臣,悉数再列 显然红魔鬼对于新赛季在联赛竞争力提升 以及各项赛事成绩取得突破是鼓足决心 相信赢下英射顿打响投炮是他们的计划第一步 领队对比 结合执教生涯成就、赛前继战术布置、临场指挥调度 和球员培养等多方面 戈迪奥拿当之无愧是世界第一主帅 曼城镇摩多年,在其麾下创造过无数辉煌 尽管塔哈格执教曼联以来长期处于风投浪尖 幸好上纪委赢得英足杯成功令质疑声音消停 让曼联管理层以及球迷挽回一些信心 论执教生涯成就 塔哈格显然达不到戈迪奥拿所在层面 但有了上次英足杯称雄的经验 相信荷兰人已找到取胜攻势 也许这次会再以锐利的防守反击 打到篮月亮措手不及 关键球员 尽管艾宁夏兰特上级入球产量缩水 但也无碍产连英超金靴 他在慢程体系下就是无坚不摧的入球机器 要注意 罗维人被诟病重大赛事习惯性隐形 例如欧冠联四场淘汰赛 只入一球 英足杯决赛未能救主 只能说找不到打破对手针对性部署的缺口 马古斯拉舒福特上级入球数下降 队内地位动摇 他的存在让队内气氛紧张 幸好随着季前热身赛进行 他获得足够多表现机会 有入球有助攻 似乎与坦哈格的关系有所缓和 英射顿 两位前锋的对话引人瞩目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